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朋友的车间 好说歹说 终于同意让我拍摄了 做工厂嘛 都有一些技术层面的秘密 不想公主于众 今天就带大家切身体验一下 一只包制百病的包包 是如何诞生的 这一条过去都是车位 看他们车的很娴熟 师傅拍个画 拍个片段啊 你坐这个电车坐了多久了 坐了有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一直是踩电车吗 对 像你们这是寄件的是吧 对 大概一个月能拿到多少钱 六七千块钱吧 六七千啊 应该可以哦 不是 要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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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般加几点 应该要九点 九点到九点半 那也就好 手机也要加班 哎呀 这个电车的好均匀啊 明镜年底 车间里一片繁忙的景象 你看好多货 都是成品啊 半成品 我以前进品浴场 干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这个 不是这个 这是那个 擦胶水的啊 台面 就是擦胶水 哇 这个是要技术的 你这是干嘛呢 这是干嘛呢 这是剪线的 哦 这种剪线的 这么高科技了 现在 哇 我以前是小剪刀啊 没有 现在直接用这个剪了 可以它嘛 有的不能推啊 哦 这样子哦 你的毛毛又可以的嘛 哦 你看推过的好光滑 我们以前是这个小剪刀的 对吧 现在 机器替代了这个东西了 这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我落伍了 第一次见 我以为是那个吸那个灰尘的呢 那这个效率高好多呀 像这几个朋友呢 就是五斤布属于 他们在给包包装五斤 这种就是成品了 就可以打包出货了 这个姐姐在用的是电脑车 是吧 姐姐 啊 是电脑车啊 也是我们 我以前我们工厂是没有这种车的 这个效率好高 模具一放 对着车就好了 在这里就是包的世界 包的海洋 没来过这种生产车间呢 你会被这种场景震撼到 遍地都是包包 你看这些都是已经打包好 要出货的 这边就是包装布 挺爱着包装布的 就是最后的查货阶段了 查货合格才能包装布打包装 我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我的第一份工作的那个工位 应该是第一步已经结束了 现在已经到了后面的了 工序了 这里就是板房 板房师傅的房间 就知道一个师傅在这工厂的地位了 他单独一个工作间 哦还有一个师傅 你好 没有没有 我来拍个短视频 这货架子上呢 就是包包的最原始的每一个每一个部件 用机器开好料 就这样子 你会感觉很神奇 为什么这一件一件小小的拼起来就是一个精美的包包 哇 这里还有这么多包包 还有这个包 真皮的 这个是我上一次拿回去用的 有没有喜欢包包的朋友 点击视频下方的小黄车 真正的厂价直销 保证会有惊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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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